大家好 早安 我們今天要講一個 topic 是 生命的家屬包 Atticulate 有半團結咬合器等級的時候 還沒賣掉 很多人都沒有 以前學校應該有用過 今天會稍微 帶大家認識一下 這張 slide 上面很多咬合器 應該沒有人全部認得 世界各個牌子都有 像這兩台是 Attic 舊款的 Attic 現在新款的 有個學妹有帶 雅可琳拿出來借大家看一下 現在新的 Attic 比較帥氣 碳纖維機身 這是一些其他牌子 這是 Hano, Pana Dance Dinner, Carver, Evil Club, Remix 那 Atticulate 就是剛大家學的第一題 它的陸地有五點 第一個 你要把你的 Upper跟 Lower Cast Mounting 上去 第二個 Mounting 完之後 你就可以做一些 Treatment Planning 跟 Patient Relay 跟告訴病人說 你拿幾顆牙子 需要做 做 Crown 做 Bridge 或者做 Inflation 等等 那咬合器很重要的一個功能 就是模擬 舊的 Movement 那當然我們就是 Key用這個咬合器 來製作我們 Restoration 主要就是針對 這個咬合面的部分 那當然 Removeable的部分 Partial跟Complete Danger 都需要用到咬合器 那給大家看一個影片 那給大家看一個影片 這個影片就是大概 讓你了解一下 舊的 Movement 可以有哪些動作 可以看一下影片 影片 YouTube也有啦 大家難得可以一起開個影片 大家難得可以一起開個影片 不要不理會 不要不理會 好 這是從Sachetal View來看 這個 我們下巴的運動 那 這個現在 畫面上這個人頭啊 他沒有肌肉 所以他這些動作 他都可以做得很順 可是我們 人體 有肌肉的限制 有的人肌肉很緊繃 他都做不了那麼大的運動 然後 這是從Frontal來看 可以看到他的側方運動 可以看到他的側方運動 這個CRC就是 CR的意思 然後這從咬頭面來看 側方 前凸 Retrie 在咬頭面上形成的 與軌跡 所以我們的咬頭面其實 長那樣子不是沒有意義的 他是 跟我們的 病動會有點相關 這個 差不多 就先這樣 另外一段影片 大家看一下 其實跟剛剛差不多 只是說這段影片 有一個 稍微特別一點的地方 讓你看到他的 team drawing的部分 所以這兩段影片 其實告訴我們 我們下巴的運動 大致上是先從一個 rotate 然後再一個 translation 的一個動作 其實這個研究 在1950年 有這個學者 Porset 他就是做了一個很 很特殊 很好的一個想法 然後 告訴我們這件事情 他就是用人 然後上下都放了一個裝置 然後在外面有一個板子 可以去描繪出這個軌跡 那其實 他的一些軌跡 有一些是我們 人體正常做不出來的 就是那種最大極限運動 所以他其實有一部分 是利用 scar去找出那些軌跡 所以其實 我們可以從 sagital, frontal, horizontal 去看 我們的下巴 這個 線界運動 這是日文嘛 extremely the border movement 那我們最常看的就是這個substore 那其實我們咬耳器上 最重要的其實是這一段 我們要確保這一段 在咬耳器上 能夠重現 因為我們 我們做一個咬耳面出來 你第一個當然要確定 咬點是要不到的 所以這一段是最重要的 那有一些名詞 大家如果不太熟悉 可以回去找這個東西 Grocery of Procedonic Terms 這在裡面都講解蠻仔細的 這個Google GPT8 就有 它是免費下載 一個PDF檔 那我們來看裡面 它給articulate的一個定義 那它 它就是一個機械性的一個裝置 它是代表你的team going 然後它可以把商家class mount在上面 然後它可以模擬一些動作 那這個GPT8 它把它分類成四類 第一類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類 第一類就是一個簡單型的咬耳器 那它怎麼樣簡單 因為它不能任何調整 不需要任何調整 也不能做任何調整 它就是一個純粹的關節運動 它只純粹容許一個vertical的一個motion 第二類 這個就是我們平常最常看到的 這個網拍上都買得到 這個叫海向牌 第二類是跟剛剛第一類一樣也是不可調節的 所以第二類都是不可調節的 可是它多了一個可以容許側方運動的關節 所以它這個關節其實是有點彈性的 那一般我看過的大概就是這種 技工所他們會用的 比較不錯一點的技工所他們會利用這種咬耳器 因為它前面可以放一支ping 你在做一些工作的時候會比較方便 所以這個也是不可調 只是說它可以容許 除了垂直向還有一個側向的一個些微運動 所以它前面有一個導引的板子 第三類就是我們主要要講的Semi-Adjustable 那通常第三類咬耳器就是有一些關節可以調整 通常就是這個抗帶的部分可以調整 然後有一些地方它會設計前牙的地方 所以乾的節可以調整 它分兩類 Arcone 跟Non-Arcone 剛剛大家有做題目有做到 其實很好分辨 你看它的關節 Arcone 它就是模擬我們人 所以它的CandaHair是在我們的Lore Member Lore Member就是我們的Lore Joe 那Arcone就是反過 那咬耳器的發展其實是先從Non-Arcone 再到Arcone來的 因為這個以前比較好做 這個以前比較難做 所以工業的技術的進步 導致我們可以做出Arcone派 那 剛剛那個是Hano的咬耳器 那Arcone它也有出 Non-Arcone 跟Arcone 那一般來說 Arcone的咬耳器就會比較多 可以做一些變化設定 那當然也比較貴 所以通常Arcone比較貴 可以看一下它的關節設計 就簡單到複雜 那這兩類最大的差別就是 如果今天我們在Arcone 的咬耳器上面 要去調整一個咬耳高度 這個就是有點把它抬高的意思 那它的上後的咬耳裡面 跟這個Arcone的這個CandaHair的角度 這夾角是不會改變的 可是如果是在 Non-Arcone的咬耳器上面 你去改變這個高度 會讓它前牙的夾角 不是前牙的夾角 就是這個 Occional Plan 跟這個Candao的連線 Candao Pass的連線 會有所改變 所以 如果今天你的Case 你的這個比較大的Case 需要改變它的咬耳高度 那你可能選擇用 Arcone 然後 產生的誤差 會少一點 這張可以理解嗎 沒反應 那第四類就是 最複雜的 全調節咬耳器 有人看過嗎 如果有人想要看的話 去找偶爾 他那邊 剛好有一塔 就是他的關節很複雜 那這個是我借他的咬耳器來拍照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他的正面 他的可以設定的地方就非常的多 甚至於他的 兩顆Candao中間的距離也都可以做調整 所以他關節整個是非常的複雜 前方可以調的一些側方啊 他 side shape的都 很完整 我自己也沒有用過啦 可是我猜用起來 可能 會有點難用 可是 如果你不熟悉他的話 就會有點不好用 可是他可以做很多調整 那這四類的咬耳器我們就 主要就把它分成可調節跟不可調節 那可調節 不可調的就是比較便宜 那也比較簡單 那也比較簡單 臨床上 大多數百分之八九十的醫師都只用到這些咬耳器 就可以 應付日常生活 那 可調節的這些當然就比較複雜啊 比較貴 你要投資一筆錢去買這些咬耳器 那用起來也比較複雜 那 如果給你選 你們想要哪一種 今天有一個前牙六顆的case 前牙 不前牙 固定牙六顆 你們想要用哪一種 可以給個反應 想要用這邊做的請舉手 沒有人 所以大家都想要用這邊嗎 那 首先我們有一台咬耳器 沒有咬耳器的幾個手好不好 我剛剛沒有看清楚 目前沒有咬耳器 一台都沒有 半跑 幾個 一二三四五 你們可以想一下你們的綠帥再告訴我 我就可以跟你們想要賣那一支 我大概都知道多少錢 那有一篇蠻經典的article 他是19760的article 這三位作者 是某一本教科書的作者 你們有記得有一本 Fundamental of Fix 就是Fix的兩本教科書 最主要的其中一本 比較薄的那一本 這三位就是那一本書的作者 那我有一天阿里口 就是告訴你大概怎麼選耳耳器 那 很顯然的 我們用這種半條件耳耳器 是比較符合我們人體構造的 看第一個 它的Condial 到牙齒的距離 是比較接近的 所以你用這個做出來的東西 理論上一定就比較準 誤差會比較小 那如果你用這種簡單型的 它的關節在這裡 那你實際上的人體關節在這裡 他們兩個產生出來的 這個 弧度就不一樣 這個應該大家很容易想像 這張圖更明顯 就是這畫的比較誇張一點 應該沒有差那麼多 所以這就代表說 如果你今天你做的假牙越多顆 你用越簡單的咬耳器 你可能臨床上面 要花的時間去調整會越多 那這邊文獻裡面就有告訴我們 一些差別會造成什麼樣的誤差 如果今天你取的Condial distance 跟你的人體有落差 因為我們人體的變異很大 可是咬耳器的Condial之間的距離 大多數都是固定的 這兩個距離通常 一般咬耳器都是 11公分 110mm 所以有的人可能就比他寬 有的人比他窄 可是通常這個寬窄 不會差那麼多 所以他 臨床上得到的一個落差 也不會差太多 這樣看得懂嗎 就是差不多啦 不會差太多 所以臨床上差不多 另外一個 如果你在Mounting的時候 咬耳器放太 不 model 放得太前或太厚 導致的誤差 其實也不會差太多 所以臨床上也是差不多 那如果是用一個比較 簡單型的咬耳器 所導致的誤差 就有可能差比較多 就是你看這個圖 這只落差零點幾個mm 可是這個可能 有一兩個mm之大的落差 所以 如果你做單顆 可能這樣子大的誤差 你一定 這樣也是調一下就不見了 也還可以接受 可是如果你有很多顆都要調 不然就會調到很累 所以如果你做越多顆 理論上 我們越不適合用這種咬耳器 那這個干擾點最常出現在 Balancing side Non-working side 的一個寫步 上 Lower 就是 Buckle cast 的Buckle incarnation 那 Upper的話 就是 Upper的 Plato cast 的Buckle incarnation 就是它的 Balancing side 有差 這個真的會有差 那再來就是你在咬耳器上的 調的設定 會導致什麼差別 如果今天你的 在咬耳器上調的一個角度比較大 這Conda的角度調的比較大 那 你得到的 咬耳的平面 咬頭的高度 通常就會做得比較寬 比較大 比較高 高度會比較高 那可是我們實際上人體 只有這樣子的話 那你這樣子產生的一個錯誤 就叫做 Positive Error 那這個Positive Error 就是說你在 臨床上 你遇到這個 Error 你是需要去把它修整掉 所以它是多出來的嘛 就是會產生干擾 我們後牙不希望 在側方運動的時候有干擾 那這些干擾 就需要調掉 所以這樣子的錯誤 其實就比較累 那如果是一個 比較低的角度 製造出來的 一個錯誤 叫Negative Error 那這個Negative Error 跟它相對起來就是 它臨床上 是我們不用去調整掉的 這兩個可以理解嗎 我會不會講太誇張 就是這個Positive Error 在臨床上 對我們來說是比較麻煩 可是Negative Error 是可以接受 如果它沒有差太多的話 所以在一定的限度下 我們可以容許 Negative Error 可是它有一個先決條件 你的Centric Official Context 是一樣的 你的高度是沒有變的 我們再去談說 你的Error是Positive 或Negative 因為這個都是純粹在討論 Eccentric movement的時候的干擾點 所以 大家可以理解 這個Condyle的關係 也會有一些影響 如果我們今天想要 就是可能會有一些錯誤發生 那我們可能就是 盡量是做 最小的Negative Error 因為這樣子我們臨床上 可以調比較少 那你又不會 把整個咬頭平面 做得很平坦 因為這樣也會 關係到我們 解決效率的 好或壞 所以 理想的Negative Error 就是 它只差我們 正常的少一點點 可是又是可以接受的 那它最後有一個表格 可以告訴我們 什麼樣的狀況下 可以用哪些咬頭器 那其實就是很簡單 分三大類 單顆的 就用簡易型的 這個大家都可以接受 因為你調整 就算要調很多 也只是一顆的事情 通常不會花太多時間 那如果是多顆牙橋 那你可能會用半調節型的 比較安全一點 比較好用一點 就是你做出來的東西 幾乎差少一點 那如果你是上下同測多顆 或者是要做一個Full Mouse Rehab 那你可能就需要用到全調節 可是我自己認為 我自己覺得全調節 因為 大部分的意思也比較不會用 所以 我們不一定要用到全調節 我們用適當的半調節 就可以完成我們的工作 只是我們臨床上 還是需要去做調整 因為 你咬頭器再怎麼精準 都跟人體不一樣 這個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 那所以如果假設 今天大家都有一台半調節 你剛好有個Case 你覺得他需要用 你覺得他需要用 那你的第一步是什麼 可以猜一下 蠻簡單的 因為你可能都沒用過他嘛 你也跟他不熟 所以我建議大家看一下說明書 我不知道 好像很多遙機買來 他都不給你說明書的 就是他的說明書都不完整 所以 有一些地方可以找說明書 上網找 上網找 這個很簡單 所以如果你的搖耳機是 Wheemix Dina 或是Hano 他們現在都是 Wheemix這家公司 旗下的搖耳機 這是美國的大廠 所以你上這個網站 我看過大部分的這三個牌子 都可以在這個網站上找到 他的說明書 那Artex 就上他那個 德國的網站 他有中 那個簡體中文版 可是他的說明書 不是很完整 就是大概寫的 如果你的搖耳機是比較特別的 其他牌子的 我這邊有剛剛幫大家找一下 這個是日本的YDM 這個台灣也買得到 那這個牌子 我覺得也還不錯 設計很簡單 然後也比較便宜 如果我還沒買的 可以考慮這個牌子 這個牌子也還不錯 然後 那這個是 在日本當地 我知道的 還蠻多醫師會用 他是一個 做全國甲很厲害的醫師 發明的一個系統 日本還有其他 很多有沒的 我們不注意 這兩個 那 最近台灣好像這個牌子 還蠻多人在想要用的 這邊也有一台 等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 這個牌子 他比較特別一點 就是他的關節是 他有內建一些設定的 所以如果你要調整一些設定的話 你要把整個關節換掉 這個 有機會大家在談 那這個牌子跟他長得非常像 台灣應該買不到 可是好像 大陸買不到 然後他是反他的 他們長得非常像 那價錢應該是他的 三分之二吧 就比較便宜 那這個牌子是 德國的牌子 然後 這個牌子是巴西的 欸 這個好像有一個 你有對不對 你有帶來嗎 等一下可以拿出來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 這個牌子我也覺得 設計也蠻漂亮的 那 卡羅 卡羅這個牌子 那麼大 一定也要出個養物器 我在台灣沒看過 那這也是歐洲的牌子 那這個牌子 他非常的先進 他還有很 很帥的那個 動態面弓 那這個牌子 大家可能也都看過 但那個長根才看得到的牌子 真的 真的 外面看不到 長根才看得到 這個是叫Dentatus 這個牌子 歷史也很悠久 它是瑞典的牌子 然後 這個牌子 EVO CLUB 也有出 台灣應該也買得到 不知道多少錢 那還有 瑞士的 這兩個都是瑞士 他們的設計就很精簡 瑞士的東西 看起來就是 又簡單又厲害 這兩個還都是 這個台灣有人在用 那 表演戲我稍微 大概講一下 我們講一下Facebook Facebook大概就兩類 Kinematic 跟Arbiturary 那這一類大家應該都沒看過 我也沒看過 那它就是比較 複雜一點 它是要去尋找 你真正的hinge的位置 我們下巴的hinge motion 那個轉軸點 所以 它的用意就是 要找出這個真正的點 就是你下巴在動的時候 這個紅點 我們這個針戳的地方 不會移動 那就代表說 它是一個真正的 轉動的一個動作 所以 它比較難用一點 就是要一些經驗技巧 那現在大概也很少人在用 那通常會用到這種 比較複雜的Pentograph 的tracing的話 通常它是搭配這個 剛看到那個全條鞋的咬合器 這個是以前 咬合學在做一些 研究的時候會做的事情 現在 應該還是有人在用 可是應該比較少 那現在還有 發明這個更厲害的 它是數位化的 我記得這一台 就是它這個 整個set 加上它的軟體 好像 不知道二十幾萬塊 台灣好像有一個人有 我忘記一次 我知道有人有 那一般我們常用的就是這個 arbitrary的Festball 那它長的樣子就很多種 我今天有帶兩套 等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其中一組就是這個 Hano的Spring Ball 然後另外一組應該是這個 這個就是比較一般的 那種 簡直就是那種 有一個 定位的那種 Nasian定位的一個Festball 那Festball其實 不便宜啊 所以有些廠商 他的Festball 還可以給不同牌子的咬合器用 所以如果你們想要省錢 就幾個人買一組Festball 然後大家戒指用 這樣也是可以的 只是說要有這個轉接的套件 那用Festball其實 它就會跟你講 你要找一個reference point 那reference point的用意 就是要形成這個平面 那通常posterior的 就是在我們的 這個耳洞 因為這個位置你可以把東西卡進去 比較好找 那前面的reference point 就看每一家系統不一樣 那這個Artex的Festball 它的通常就是用這個來定位 這叫鼻樑的那個 最深的地方 所以常用的Enteria的reference point 其實是會變動的 不同牌子不一樣 那理想上最好就是你容易觀測 然後不會動 因為你可能同一個病人 你要不只取point 不只取一次Festball 那有一些點可以用 那有一些點可以用 Involved Ring 然後眼睛的那個眼痣 然後這個是 病人皮膚上的一個痣 或者是它的雀斑 這是書上學 那像Dene的這個Festball 它就是利用 去測量你的incisal edge 往上43mm 去找一個點 來當作它的那個reference point 然後它的做法就是像這樣量一下 然後點在上面 然後你這個 把這個放上去的時候 你這個平面要放在哪裡 就是用這個點來 check 最後就長這樣子 那Festball其實 應該有人用過吧 有用過了幾個手 那你們用的時候有沒有什麼問題 你會不會覺得這個Festball到底準不準 或者是 到底對不對啊 應該會有這種疑問吧 那你們就想說 你要相信自己吧 所以自己做的應該要是對的 可是 你要相信自己之前 你要看一些reference 來幫助你做一個 就是增加你的信心 那 這張圖就是告訴你 我們有很多個平面可以來做參考 那 我們現在一般的Festball 通常是用 這一個 arbiturary plan 那這個 這個arbiturary plan 其實就是 我們醫師自己去找 你想要他高一點 想要他低一點 其實都可以啊 只是說這個 arbiturary plan 他理論上 我們找的地方 通常都會接近這個 exceptive plan 大家可以接受嗎 這個是 我們使用上方便 因為你要做一個case 如果你要動到他的前壓 exceptive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考量點 那如果今天我用這個Festball 來做這個Festball 取這個Festball 然後再transfer 那做出來的時候 我們看看他Monting出來會長什麼樣子 因為他取Frankfell 所以他跟他的窯裡面的夾角就很大 那你這樣Monting在窯上 看起來就很奇怪 因為他角度太大 你這樣子拿給祭司 他要去做 他就會覺得 這前壓的角度怪 因為祭司看了東西 他一定是正正的拿 因為他就會覺得 你Monting了給他的角度 就是對的 可是其實病人口內看起來 不可能這麼邪啊 所以 我們如果要做的話 我們就是要把它稍微轉一下 我們用Arbitrary的Plan 來Monting 那這個Monting起來 就是比較像是 我們實際上看到病人的那個面 不管是正面側面 那Monting起來 看起來就比較合理一點 就比較接近我們 從病人側面去看他 正面去看他那個夾角 所以這兩個你比較一下 這個看起來就有點怪怪的啊 那 很多時候 病人的 interferral line 跟這個 Lip 9 這些都是不平行的 可是重點是 我們第一個要先看他的 自己的牙齒是不是 跟這個水平面平行 大家可以接受這個嗎 這個畫得比較誇張啦 就是有的是一個歪 有的是兩個都歪 那哪一個歪先不重要 我們先看牙齒有沒有正 如果牙齒是正的 我們取到咬合器上的 就應該是正的 大家可以解嗎 我覺得 用facebook 你只要懂這些東西 你用哪個牌子都沒差 所以不管你是怎麼歪 或者是 他的原本人就是歪的 我們取這個 的時候就是要 拉正嘛 因為 這一條 橫線 就是這個facebook 這個 這個骨架 就是要跟我們咬合器是平的 這個要稍微知道一下 這樣子你 mounting在咬合器上才會是平的 你在處理的時候 咬的平面才是對的 那有一些錯誤就是 第一個 我們自己沒放好 會放斜斜的 自己沒注意到 看起來就覺得是正的 其實是有點歪斜的 或者是 病人本身 他的耳道 兩個就是斜的 可是他牙齒是正的 你看如果 假設這個是我們自己錯 然後這是病人本身先天 人構造上就有錯 可是我們沒有注意到 那我們 mounting起來就是斜的 那斜的 會怎麼辦 斜的做出來的東西就是歪的 那我們要怎麼改正 自己把它改正好 我們就把這個 改正就好了 這個是我們的錯誤 我們就自己把它修正 這樣 mounting起來就會是平的 因為牙齒應該是平的 另外一種狀況 病人本身是不對的 那我們還是可以改 我們只要把 這個外耳道不要放那麼進去 我們稍微把它拿出來一點點 讓它可以有點 鬆 可以去把它做調整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拉成平 這樣你 mounting起來 的結果就會是對的 那有一種狀況 病人本身就斜的 那怎麼辦 那我們 mounting起來 應該就是斜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牙齒的部分 要先去做個判斷 如果它中線本來就是歪的 那你 mounting起來應該就是歪的 所以我建議大家 在用facebook的時候 你要先幫病人 照一下正面 然後請他這樣 這樣你可以看到眼睛 看到他的前牙 那為什麼 你用手機拍也可以 這就是你看得到就好 你就可以大概知道 你在 mounting的時候 會不會有做錯 或者是你錯了 你自己不知道 你可以去對 去驗證 所以它本來是歪的 我們在做的時候 才能把它改正 所以 正確的取法就是 你中間這個東西 都應該是水平 不管 他的眼睛歪 嘴巴歪 牙齒歪 中間這個都要是平 因為你這個東西 就是代表你的咬合器 如果病人 上下都是歪的 這個作者他告訴我們 他覺得他就讓他 兩個一起 一起歪 所以這種狀況下 他才會選擇 這個平面也是歪斜 只是說這樣 mounting起來 在咬合器上還會是正的 這種狀況應該不常見 那facebook的用意就是 把upper mounting到咬合器上 簡單講就是這樣 不管你的facebook 做得挺不準 你至少就是用facebook 來mount你的upper 那你mounting完upper之後 你要mounting之後 通常我們就是取一個byte 那 如果我們今天是要做一個 診斷 我們可能需要取一個crby 或者是說 我們要做一個大範圍的重建 我們也是需要取一個crby 來當作我們重建的起點 那大家看一下這個定義 稍微念一下 它的candile是在一個 最薄 然後沒有血管的位置 相對於這個disc 然後 它是在一個anterior 的position 這個 可以稍微記一下 那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它的位置是 跟牙齒相關的 這個要記一下 所以 這個跟我們取by的時候 會有一個很重要的參考 那取的方法 這邊大概帶過 這邊大概帶過 這是 Peter Dawson 的 Dimenium Manipulation 或者是 更早以前 就有人來使用的 tune point method 或者是現在 比較多人在用的 它利用 anterior 放一個jig 讓後牙不要去咬到 這樣子的狀況下 牙齒也都沒有咬到 來取一個byte 或者是用 這就是 anterior jig的一個 大概的意思 就是你放上那個jig之後 你後牙都不會咬到 那你這樣取出來的byte 牙齒都不會有接觸 另外一種方法是 dipgate dipgate 就是一片一片的東西 來取 它這個一片一片的 用意就是 讓你可以調整它的厚度 讓後牙的分開量 盡量 接近在一個mm 或是更少 看咬的平面的落差 那 大家一定要記得 取這個CR bike 你的牙齒咬橫 不能咬穿 不管你用什麼方法去 我只希望大家稍微記住這一點 這個一定要記起來 那如果你今天要取bike 可是你後牙都沒有牙齒 那請麻煩做一個 recker bag 不然你這樣子 沒辦法mountain 你直接用前面這幾顆 剩下的牙齒去mountain 會穩嗎 不會穩 如果你要check 你的mountain 準不準 有一些方法可以check 那這是其中一種 你可以 在口內咬一塊 比較薄的蠟 可是也不要咬穿 然後你就會看到一個 快要穿的點 然後你再去咬器上看說 咬器 因為我們mountain完 牙齒是沒有接觸的嘛 那我們把pin鬆開 你去觀察它的第一個接觸點 如果是混合的 那你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mountain應該是可以接受的 是你有驗證過的 那我們有了bite 我們就可以mountain下面的cast 那再來我們要設定這個咬器 要怎麼設定 那這個東西 我建議也是要看一下說明書 因為不同咬器它有不同的設定 能夠調的地方也不一樣 那一般來說 如果你要去設定這個condyle的一個pest的話 我們要取一個pertrusive的intelcusorect 就是在病人身上取一個pertrudebite 那pertrudebite你放到咬器上 後牙一定會分開嘛 那你這個咬器的condyle 跟它的這個fosa 就會產生一個縫隙 那在這個時候你就去把這個關節鬆開來 你就可以去轉動它 那你這樣放下來之後 那你就可以得到一個 後牙分開時這個condyle的一個角度 這個是書上的圖 原本是這樣子 然後你把它轉成這樣子 然後你就可以得到你的刻度 這是一個方法 那如果你不想這樣做呢 我們就設平均值 那那個書上 有的書上是寫說你就設20度 有的說30度 其實都沒有關係 那這個角度 就是給我們後牙有一個分開的一個空間 因為我們 實際上人體的eminess 是有一個convex 然後再突出外 如果是一個健康的病 所以我們設的角度只要 不要太大 那我們在後牙區 都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分開 就是我們後牙的movement 重點就在於 前牙可以讓我們的後牙dissolution 這個是一個咬器的一個概念 那當然不只前突這個動作啊 我們還有一些側方的動作 有一些咬器可以更進一步的模擬 那通常就是設定這個orbital pass 就是 這邊是walking side 這邊是nonwalking side 就bending side 然後 做側方運動的時候 這邊的canda 會有一個比較明顯的 往前 往內 往下的一個動作 所以它就會有兩種可能 一個就是 immediate side shift 另外一個叫 progressive side shift 這兩個應該是說 結合在一起講 有的人會有immediate side shift 不見得 可是通常大家都有progressive side shift 那immediate side shift 就是 你的candao 在往前挪動之前 它會有一個瞬間的側方移動 那這種狀況通常是 Cast 2的beat 比較明顯 那progressive side shift 就是 你動作更往前 你的walking side 更往外挪動的時候 這個的一個動作 它的角度 那這個角度 會影響到你的 咬合 咬合一面的那個形態 這個以前大家上課可能都知道 所以immediate side shift 就是這個 這個70點外的 那一剎那的瞬間的位移 是一個橫向的位移 所以它的單位是 minimeter 0.幾mm 那progressive side shift 通常就是一個角度 那在咬合一面的這樣要怎麼調 它通常就會有一個刻度讓你 這是一個游標尺的刻度 就是 底下是0.2 0.4 0.8 所以它現在是歸零 然後這個是到 超過一點多 一點多多到哪裡 通常就是看 後面這幾條線哪一條線有重合 所以這個大概是一點 過1.2 差一點點 1.3左右 所以 剛剛那個就是immediate side shift 然後這個就是progressive side shift 它就是角度 那那個書上就告訴我們 平均 人體平均大概都7度 所以如果你要設定這個progressive side shift 你就可以設定成7.5 或者是你設定成更大 你做出來的咬合裡面也還OK 也不會 也比較不會產生干擾 那我剛剛講就是那個pana dente 它的設計比較特別 它就是 它的關節是可以換的 就是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可以換 這個頭可以換 所以它會有一些刻度 就是代表不同的 側方的那個side shift immediate side shift 的量 一般 它都建議一般人用1.5 因為給它一個比較大的量 我們做出來的 咬合裡面不會太差 也會有該有什麼forger 也比較不容易產生干擾 好 那 antiary guidance 其實是比較重要一點 那 怎麼設定antiary guidance 有一幾種方法 有的咬合器 它前面的這個antiary guide table 它是可以調的 它可以轉角度 你就可以直接在上面調 那或者是說 你的 病人的前牙是理想的 是完整的 我們沒有要去動它 那我們就是記錄病人原本 已經適應的antiary guidance 然後在這個咬合器上 做一個customize into guide table 那 做法很多種 這一種方法就是用這個 GC的那個pattern resin 然後在這個 你實在說 guide table 上面 先塗 凡式裡 然後把它調成 Dock stage 也不能太Dock stage 就是要 流動性 要好一點 然後這個pin 上面 也要塗凡式裡 然後你 pin 要稍微提高 大概 一兩個mm 然後你這樣 才可以在這個上面去做一個 挪動 所以它就左右側翻 然後其實 多數的 你的 所有的運動 你都要在這上面做出來 所以它做出來的角度不會是 不會只是單純一個爪子一樣 它應該會是一個菱形的樣子 所以它這是 書上 另外一本書上 就是剛剛那本 我剛剛有放一個 那個 一個很帥的老男的 那個 照片 就是它的書上 然後它放的就是 它做的那個 antive guidance 各個角度都有 然後它其實 這個地方的角度 這個自由度 也要把它做出來 因為這是你 潛牙的一個模擬 那它的設計還有 這個antive guidance 可以把它拿起來 因為它可能還要 做別的case 你這個還可以拿起來 拿上拿下來 好 今天就講到這邊 有沒有什麼問題 antive guidance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就是如果病人的 anterior teeth 只是良好的關係 應該要把它記錄下來 就算你是在做後牙的 reservation 切下來也要把它保留下來 來看一下養合器吧 來看一下養合器吧 來看一下養合器吧